美國被信貸評級機構幹事AA加級 標準普爾主權評級委員會主席 錢白斯又再踩多腳 說美國的財政狀況會進一步惡化 未來半年至兩年 再有三分一的機會下調美國的信貸評級 它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都是在做大花童 如果你長期是大花童的話 你就算短線內你可以頂了一會 但是你變成欠債就越來越多 它給利息也越來越沉重 課大的雷鼎玲教授又說 美國再印銀子使得持有美債的國家資產貶值 已經引起多國例如德國不滿 它自己印銀子然後賺錢去買東西 那你的購買力就自動轉漲去它那裡 但是它幫了誰又不是去幫自己 自然很多人不高興 但是為什麼很多國家 好像中國和日本都繼續賣美國 但是如果它不幫又是閉 它又怕這個歐元崩潰 因為歐元如果崩潰的話 而又因為某些國家 它的債務是違約的 從而令到它們甚至要脫離這個歐元 整個歐元崩潰的話 其中所引致的對世界經濟衝擊 我相信遠遠比前兩年的金融海嘯 它說要徹底解決問題 美國要推行緊縮經濟 開源折留大幅減尺 我覺得是長痛不如短痛 它要捏緊一點 就是在支出那裡能夠減少到 它就復甦的 快速復甦的機會會大些 它又說 今次美國被信貸評級降致AA加 美國經濟復甦 估計要10年才會有氣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雄欣報道